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8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4月19号星期五 最近一个阶段 包括布林肯下周将要进行的访华 我们发现美国高官与中共这方面互动是相当频繁 但这可并不是美中关系要改善的迹象 恰恰相反 美国正在酝酿着对中共的大动作打击 首先 贸易战的气息现在是越来越浓了 枪声正在游远极近 与此同时还有一张巨网已经粘开了 今天的节目不是很长 所以结尾的部分我设计了一个彩蛋 请大家一定看到最后 下面我们就开始说今天的话题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中共外交部表示 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访华 不过中共方面没有说明布林肯访华的具体日期 但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郑克引述三名官员披露 布林肯将在23号出发 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美国官员此前表示 布林肯访华期间将会提出对北京帮助俄罗斯建立军工产能的关切 此外 还将与北京讨论中共对菲律宾咄咄逼人的行动 如果布林肯访华成行的话 这将是美国高层官员在本月内的第三次访华 本月14号 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委负责两岸事务的高级主任贝沙兰一同前往中国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据说康达与贝沙兰先后与中共副外长马朝旭以及中共国台办的官员等进行了会晤 不难想见双方会晤的内容应该主要是围绕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威胁等方面 对于双方沟通的结果如何 媒体没有做报道 但是对于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决力点 估计这次会谈也不会有理想的结果 本月4号开始 美国财长耶伦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期间与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前副总理刘鹤 以及中共央行行长潘弓胜等人进行了会面交谈 访华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 耶伦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或整体关系恶化和破裂 耶伦的话里是有话的 耶伦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关系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会经历什么 回到美国之后 耶伦就点名中国三个产业威胁到美国 其中包括中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 耶伦指出这三个产业产品过剩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 但耶伦强调这种担忧并不是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的愿望 而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 美国三位高官先后访华 关注点各有侧重不同 分别涉及到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 中共对台湾的挑衅威胁 以及美中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这三方面恰恰是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 当然也是最大的三个矛盾点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派出高官访华 是不是先礼后兵在酝酿着对中共的全面打击呢 美国会不会有相应的跟进措施呢 对这些问题我们分开来说 今天路透社独家引述三位熟悉内情的墨西哥官员表示 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 墨西哥政府不再为电动汽车生产投资 提供低成本公共土地或者减税等激励措施 与中国汽车制造商保持距离 消息表示今年1月 墨西哥高层与中国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公司高管进行了会晤 这是到目前为止 双方在今年的唯一一次会晤 面对这个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比亚迪 墨西哥官员明确表示 不会像过去那样提供激励措施 而且官员们还表示 暂停今后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任何会议 目前大约有20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销售汽车 但是都没有建厂 因此外界没有办法确定有哪些中国汽车制造商 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了会晤的要求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经济部和比亚迪官方 以及中共驻拉美大使馆都没有进行回应 但是消息人士指出 墨西哥联邦政府的这个举措是因为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 特别是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压力 要求将中国汽车制造商排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 昨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了一项决定 新闻稿中表示 在审查了五个全国性工会的联合申请书后 决定按照美国贸易法第301条 启动对中共的关键海事、物流与造船业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 USTR表示在征求公众意见后 将在5月29日举行公开听证会 就在昨天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 贸易代表戴琪阐迦述了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 他告诉议员们 美国会继续与理念相近的盟友合作 对抗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戴琪表示 中共政府在许多领域制造依赖性脆弱性 伤害美国的劳工和企业 对美国的供应链造成了真正的风险 美国必须及早果断行动 以追求公平竞争的环境 301调查这是根据美国1974年制定的 贸易法第301条款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调查发现外国存在着违反贸易协定 或其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时候 美国可以通过加证关税等手段施加贸易制裁 而实施这种惩罚手段外界通常称之为贸易战 昨天在匹兹堡举行的造势活动上 拜登否认要跟中共打贸易战 他表示这是公平竞争 不会伤害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不过他对中共的批评 那可是说空前的激烈 指责中共仇外和作弊 拜登在演讲中指出 中共国退休人口远多于工作的人口 不进口任何东西 中共仇外不允许其他人进去 中共有真正的问题 拜登还告诉钢铁工人 他经常询问世界领导人 是否愿意与中共领导人交换位置 拜登强调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 而不是冲突 在21世纪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竞争中 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还对戴琪是隔空喊话 他表示如果确实发现中共有不当的竞争行为 应该把对中国钢铁和铝的关税提高三倍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是7.5% 如果提高三倍的话 那就意味着把川普政府早前定下的钢铁关税 从7.5%要提高到22.5% 拜登政府已经执政三年多了 以前我们从没有见到他对中共进行过如此严厉的批评 像这么尖锐的程度在拜登与中共几十年接触交往当中 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那如今又要将关税提高三倍 尽管拜登不承认是打贸易战 事实上还是在打贸易战 上级川普政府阵内针对中共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与中共方面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2017年8月启动了301调查 然后在2018年的7月6号 美中双方就开始互相加征关税 从这一天开始美中双方正式开启了贸易大战 此后双方是频频加码不断扩大贸易战的规模 最终美国对来自中国大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了从5%到30%不等的关税 这一场关税大战被称为是史诗级的贸易战 一直延续至今 拜登政府执政三年多 不仅没有取消川普政府时期 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政策 而且现在对中共国具体行业 又要开启新一轮的301调查 很显然这就是贸易战的枪声正在有远几近 另外大家注意 美国启动301调查是在耶伦访华之后开始的 这个时间顺序恰恰说明耶伦前往中国 很可能是在对北京的最后一次好言相劝 在劝说协商无果之后 美国才准备轮起关税大棒 那如果按照这个先后顺序 我们一起分析 那么接下来 美国针对中共的打击动作 很可能就是围绕着两岸关系和中共军援俄罗斯来进行 而通过各方各国动作来看 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撒开了一张大网 本月11日 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举行了三边峰会 强化了盟友关系 三位领导人共同表达了 对中共在南中国海行动的严重关切 此前一天 拜登与岸田先举行了双边会晤 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 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紧随其后 中共在12日批评了美日飞峰会 声称这是对中共的抹黑攻击 并且向日本和菲律宾还提出了所谓的严正交涉 但是美日飞并没有在意中共的反应 而是继续紧锣密鼓的布局 16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然与中共防长董军通了个电话 就防务关系和全球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 其中奥斯汀指出台海的和平稳定 南海的航行自由具有高度重要性 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安全负责任的行动 其实奥斯汀明知道董军在中共军中地位是无足轻重的 但美国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让董军去做出什么承诺 而是通过董军要带话给习近平 让习近平知道美国和盟友将有一系列对中共的反制动作 就在双方通过的几个小时之后 17日美军一架P-8A海神反潜巡逻机飞越了台湾海峡 展开了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在分头行动 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支支叉叉 美日飞又向外延山了 咱们先说菲律宾方面 菲律宾外交部在今天强硬回击了中共的指责 反击中共称区域紧张局势根源为何 众所周知中共应反思自己在南海的行径 同样是在今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来访的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提升两国关系 对南海情势表达了严重关切 也确认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在会后的共同记者会上 双方共同声明表示 两国将于2026年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 双方将进行联合军演以及人道任务 为双方带来真正的利益 都希望通过强化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安全和经济利益 同样是在今天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表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首次派船只参加下周举行的 美飞兼并兼联合演习 这位发言人表示 菲律宾将有6艘船只参加演习 其中包括4艘44米多用途巡逻船和2艘更大的巡逻船 据负责此次演习的菲律宾执行官洛西科直言 演习中将要击沉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 卡里拉亚5号 这艘船的背景很有意思 已经退役的这艘舰艇是中国制造的 也是菲律宾海军目前唯一的中国造海军资产 用意不是清晰可见吗 根本无需多言 应该说菲律宾在这次围剿中共的行动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 在那张围猎中共的巨网当中 菲律宾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位置卡的相当好 就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的歇在了中共的旁边 我们再来看日本这方面 就在美中防长通话的当天16号 日本外部省公布了2024版外交蓝皮书 其中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仅关系到日本的安全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也至关重要 17号也就是昨天 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 准航母出云号和加赫号 从5月3号开始率领6艘水面舰艇 两架P1海上巡逻机和多艘潜艇分成4个战斗编队 开始为期7个月的2024印太远征 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单次远征部署 在这7个月的时间当中 还将参与法国主导的马拉拉人道援助和救灾演习 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太平洋之龙、太平洋先锋和太平洋伙伴 四个不同的演习 另外还有澳洲主导两年一度的卡卡杜演习等等等等 同样是昨天 日本首相岸天文雄与韩国总统尹熙举举行了电话会议 双方再次确认将深化日韩双边关系 以及加强美日韩的三方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据韩联社报道 安天文雄向尹熙举介绍了访美成果和美日关系的最新进展 他表示日本将基于坚实的韩美日合作基础 应对国际重点问题 并通韩国继续深化双边合作 韩国总统办公室则指出 双方还针对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 韩联社指出 日韩双方领导人近期交流相当频繁 去年就有高达七次之多 日韩都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 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会让中共有强烈的挫败感 连带出现的是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崔项木昨天宣布 今年兼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落实尹熙业在G20峰会上承诺的原污事项 同样还是昨天 澳洲公布了第一份国家国防战略 其中明确将台海冲突风险列为亚太地区主要安全隐忧 并指出中共在区域内的胁迫手段正在加剧局势紧张 澳洲防长马勒斯指出 澳洲作为一个海洋贸易国家 容易受到敌对势力阻挠贸易 或者封锁重要海空航线的影响 所以澳大利亚聚焦于建立一支能够有效保护澳洲 在印太地区利益的威慑地点 未来十年将在国防上额外支出 503亿澳币 我们看到从美日非三边峰会之后 美日非这三国的动作是相当的密集 而且连带着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 这些国家也都有跟进动作 这些国家的所有动作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矛头全都是指向中共 所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就是美国穿针引线 已经支救了一张巨网正在围捕巨兽 对美国支救的这张巨网 中共似乎也看到了 所以发出了宾死前绝望的哀号 昨天与斯洛文尼亚副总理兼外长法勇会面当中 中共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 反对以去风险为名搞去中共化 但是中共的哀号也改变不了中共要死亡解体的命运 当这张巨网收网的时候 那就是中共垮塌崩溃的时候 而且目前人们看到的还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还有一张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明显能够感受得到的天灭中共的红势 那是一张更大的更无形的天网 正在全面无漏的围剿着黑帮加邪教组织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资助我 视频下方有全块链接 最后再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有很多种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雅宝勒雅粉等等 这些nitromia的系列 还有像雅士兰黛小松瓶 KG无件套还有雪花秀等等 高档的化妆品 还有各种高档茶叶茶具等等 可以供大家仔细的挑选 大家可以把网址保存下来 以后您购物就会方便了 那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请不要忘记我给大家预设的彩蛋 好了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家其实它是一个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需要每个人都为这个家去付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 你看家这个字 它是上面一个像一个家的房子一样 下边就是那每一笔都是需要每个人去付出的 去填充的 那作为一家之主 我觉得我更多的责任是要撑起这个家 让家里边的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 其实很多的父母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孩子在某一刻某一件事会感动到父母 比如说拿我的孩子来说 他在工作之后第一个月拿到薪水之后 没有跟我们打过任何招呼 悄悄的买了两份礼物送给我和他的妈妈 我们两个人感觉到当时心里面 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长大了 真的是长大了 那是他的一份心意 能够对父母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但是在父母的眼中他永远是孩子 父母永远看自己的儿女都是孩子 当孩子送给我第一份礼物的时候 他还有一句话 他说以后不用再为我花钱了 我自己有经济能力了 我可以自食其力了 然后你们只要照顾好你们自己 不要让我去为你们多操心多费力就行了 不让儿女去在工作之余 再为他们分心的话 这也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转变 也是一种付出 我觉得这是对儿女们的另外一种关爱 基于对家庭的感恩和祝福 我和蓝美优品 共同推出了一个活动 蓝美优品幸福家庭活动 多种商品组合优惠 点击消防链接 或是拨打订购专线 800-880-5697 800-880-5697 一路上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也感谢为家付出的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